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大家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12月10号 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 舔,什么叫舔呢 咱们不用过多解释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聊舔呢 是因为最近啊 这个网络名人呢 或者红人,网红 就是那个考研 什么舔志愿 指导老师啊,詹雪峰 最近啊,他又有逆天言论了 逆天言论什么呢 他说,所有的文科毕业生啊 都是服务业 关键这个还不要紧呢 他后面又补充了 他说服务业 什么叫服务业呢 总结成一个字 就是舔 大家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 还是我告诉你 所有的文科专业都叫服务业 懂吗 你知道叫什么叫服务业吗 孩子你知道什么叫服务业吗 服务业总结成一个字 就是舔 但是我用矛盾的一个点是 咱家数学这么好用 但是他又不想学理科 不做数学老师就浪费了 我有这想法 但是他学理科的话 他觉得院校档次 他可能比文科要低很多 同学在什么边啊 在,在身边 同学我问你个问题 你希望你将来上大学院校档次低 还是将来从业的时候 你就业的企业 你干的那个行当 是属于低档次的行当 你想好 孩子我告诉你 所有的文科专业都叫服务业 懂吗 你知道叫什么叫服务业吗 孩子你知道什么叫服务业吗 服务业总结成一个字 就是天 甲方都是对的 你就是对的 你就是好的 爷我给你笑一个吧 嘿嘿嘿 这就叫服务业 哈哈哈哈 来我们直播间干服务业的 老张说的对不对 这就叫服务业 爷我给你笑一个呀 嗯 你微笑还是漏牙 是还不漏牙 爷你说 对吧 这就叫服务业 你听到了吗 你以为你以为当律师 啊 看起来好高大上 匡扶正义 律师都是销售 来我们直播间干律师的老张说的对不对 律师就是销售 你要把自己卖出去 怎么能让对方把案子交给你来做 你去挣这个律师费 然后你还不能那么舔 你也不能说 哎求你 安子给我 安子不给我 吃不起饭了 安子不给我 我房贷房不起来 你不能这么说 你还得高级一天 舔的让那么 让对方不知不觉 然后就把案子给你了 然后的话就跟我们干这个一样 你看 我是用我的专业性 来舔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位家长 每一位朋友 家长说 哎呀张老师你真专业 啊老师 你这个东西 我爱看你 我爱看你视频 你说我在这 在镜头前 我屋里边几个小助理 然后我对着摄像机 在这跟个傻子似的 啊点哗哗奇弹 在这都一眼一上了 你说我累不累 我也累 我经纪人 给我结了一个讲座 过两天 折腾死我了都快 但是没办法 人家是假放 我也得去舔 所以说你千万不要为了 所谓的意识 你心理上对于院校档次的认知 而让自己一辈子都干那种 要舔人的 这种行当 你想好 如果我是你的话 同学我一定会沿着你自己数学的优势 我不知道你数学能考140多 你为什么不想学跟数学有关的专业 现在有多一个选择 就是刚才你妈说的那个经济统计学 经济统计学其实就是处于统计学 就是你学那种专业的话 你能看到很多行业的秘密 就是数据 就比如说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 孩子你知道我现在直播间这么多链接 哪个链接卖的最高吗 换句话说 你直播间我直播间这么多链接 哪个链接利润最高 或者说是我的用户画像是什么 比如说你看我直播间三万人 孩子我直播间现在三万人 我直播间那三万人 他们都来自于哪些城市 他们的月收入家庭 家庭月收入大概是多少 我告诉你 抖音都做了标签 并且就是我是了解到这些事的 那我就知道了 那这帮人他需要什么样的产品 我去做什么样的产品 我去迎合这帮人的需求 能理解我的意思 这就是数据可以为行业做的负担 所以说你有兴趣 你可以在网上搜一搜 现在叫什么 叫做产业数字化 数字产业化 你觉得哪一个是你更想做的事情 当然孩子也别听你妈也好 我也好的一面之词 多思考 不过这个 大家把这个在网上一吵之后 现在又引起了这个舆论的关注 大家都在热议这个 又上了热搜 詹云峰不仅道歉 他认错了 他出了个视频 他解释了一下 大家看这个视频 这部件讲过一个什么 我说服务业都是铁那个 我发现后来有人在网上发那个东西 就说底下人就骂我 我错了 好不好 服务业最高级了 服务业都是别人舔咱们 好不好 都别人舔我们 服务业是最高端的 好不好 服务业都是别人舔我们 我错了 好不好 马上快过娘了 我这一年期间得罪的所有的人 如果老张张你不舒服了 对不起 祝你恭喜发财 好不好 祝你恭喜发财 这个我来谈一下 那我对这个詹雪峰啊 这个观点 什么文科生都是服务业 服务业 总结成一个字就是铁 我对詹雪峰的观点 以及网上这么多人骂他 还赞成他这些现象 我一个看 供大家参考 首先一个 詹雪峰说舔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面就浮出了一个形象 那就是前一阵子咱们一直在做节目的 我也做了好几期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王自如给格力的董事长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王自如说了那一段话好像是三点吧 什么我从不干工资啊 工资条多少不知道啊 什么我只希望办公室离这个董总近一点了 哪怕我是就天天看看他怎么开会的 我就猛足了 还需要什么工资啊 你这个毕业了之后啥也不会干 干错了公司还给你赔 现在公司还给你发工资 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我记得王自如呢 我做了好几期节目 那你要说舔 那王自如不就是舔吗 所以啊 我在这里把这个捋一捋 首先我认可啊 詹雪峰说的 服务业就是舔 但是文科生是不是服务业呢 这个我不知道啊 我不太清楚 关于舔这个啊 我还是跟那个王自如的节目里面说的是一样的 如果你没有资源 就是个普通人 资质一般 但是你又不想坦平 你想过上更好的生活 你希望破圈 就脱离你原来的那个层次 你又没有资源 那舔恐怕是无奈之举啊 迫不得已啊 对吧 你资质贫贫 你又没有资源 家里又不是当官的 又不是富二代 王自如需要舔吗 王自如不想破他那个圈 暗云现状 他根本不需要舔任何人 生活水平高于95%以上的中国人 高于99%的中国人 他基本上可以想干他一切想干的事情 你说你是来自四川的大山里 家里穷的叮当下啊 除了你们村那几个人 你谁也不认识 然后你说我要在上海买房 我要在上海立足 你想一想你怎么能做得到 你以为你写代码能写得到吗 极少数啊 你写代码你如果不会舔的话 你到35岁不就把你踩掉了吗 你不正好那个时候有孩子 有车贷有房贷 如果踩掉了 你能找到下风工作 大概就靠铁 你又不靠铁的话 一你找不到 第二即便找到了 干不了多长时间 又把你干掉了 房贷车贷还不起 破产 这样的例子多得去了 马农实际上 我们的印象里是不需要铁的 大家记住了 马农他写程序携带码 他就跟电脑交进 跟程序交进 跟bug交进 他本质上是不需要跟人打交的 但实际上马农的 但不写代码 这个马农的处境是最惨的 所以他只能开玩意车 松外门 就是我认识的 我接触的 搞技术的 就是互联网的 写代码的 大部分人情商的比较低 当然他也烦了 你老去找他改 一会儿这个需求 一会儿那个需求 一会儿让他改这个 一会儿让他改那个 今天一个这个想法 明天一个那个想法 你是提供想法 他是负责去干的 当然头大 头一大他心情就不好 脾气就不好 马农很多都这样 这个咱们 大家可以自己对照一下身边的 你如果想把房子 车子保住 家庭保住 那你被迫 要舔 像王子如那样的 这样裁员的时候 最好不要裁到我 即便裁掉了 我找工作 好找 别人要我 这是一种啊 还有什么呢 詹云峰自己也说了 一种是对外做客户的 跟人打交道的 那你不舔是不可能的 你还等着别人舔你是吗 你又不是权贵 你又不是甲方 谁舔你啊 甲方的活 这是好活啊 肥缺啊 但是你很难去啊 对吧 一般甲方的活肥拆 那不都是后面有人吗 安排进去的吗 就像咱们最近老讲的西游记 孙悟空就是典型的不舔 凭自己本事吃饭 降妖出谋 最后呢 自己把自己给打死了 自己变成自己讨厌的样子 打死了本我 就打死了六二迷猴的时候 孙悟空自己就成了一条狗 忠心耿耿 一心一意的 互送唐僧去取经 再也没有二心了 没有任何一个想跟唐僧 变一个高低 变一个对错的想法 师父说的都是对的 他以前不这么想 觉得师父说不对啊 妖怪为什么不打死啊 打死妖怪天天地 六二迷猴死了之后 孙悟空就开始夹起尾巴做人 他不舔吗 他一乱看见那些妖怪 实际上他真的打不过吗 未必啊 然后他都找这些妖怪的后台去了 求他们 这就是舔的 这是原来的孙悟空所不喜欢的 最瞧不起 原来的孙悟空可以大闹天空 你只要得罪我 我看不顺眼 就是干 不服就干 六二迷猴死了之后 他就改了 孙悟空是典型的靠本身吃饭的 就连孙悟空啊都要舔 刚才咱们说的啊 你所有跟人打交道的 你不舔是不行的 下至服务员 对吧 那端盘子的 你的客户的笑脸相隐呢 那笑脸 有很多人他本身就不喜欢笑 比较严肃的 但你一旦端盘子的时候 你就得笑 服务员有要求啊 让你露出什么八个牙齿 要说欢迎光临 要说您好 这些不是舔吗 但很多人做不到这个 很多人的性格啊 他就是比较内向 比较这个 鞠着或者比较这个端着 你让他笑 你说给我笑一个 他难受啊 这是比如端盘子的 那做客户的 拓展的 商务的 哪个不得笑啊 你去求人家买你的东西 接受你的方案 你得求人家请你 你不得说好话 你不得恭维人家 对吧 你对你的小客户还好一点啊 这客户无所谓 你恐怕没那个耐心去舔他 一旦这是个大客户 他占你的这个业绩的一小半 甚至一半 那你不得天天舔他 天天什么话你都顺着他说 他要骂你的 你得受着 你还得自我批评 你怎么能说 见到这样的客户 你说我马上就超过你了 你知道吗 我们公司遥遥领先 就你们 以后比我们要差得多 你们现在走下不路 你知道吗 你说哪个客户愿意跟你合作 对吧 你牛逼 你爱跟谁做 跟谁做 是不是这个逻辑 他都没有办法 我记得以前做销售的时候 有句话嘛 人家说 把客户啊 就当做自己的初恋 你就得去天天就哄他 那不是就是舔吗 客户喜欢什么 你每次去给他带什么 头七所好 话要煎最漂亮的说 客户喜欢吃什么 就带他去什么饭店 这还是外围的 真正的业务 那客户想改成什么 尽量满足 那回去就得让技术改 这客户的需求 不改不行 这特容易跟技术 产生矛盾 因为技术他不跟人打交道 他就特烦 昨天才改好 今天又要改 你一天三个主意 谁受得了 实际上是客户需求天天变 所以仔细想一想 你还真没有一个行业 说不需要舔的 你说有没有行业 不需要舔的 这个 因为不是所有的行业我都干过 咱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 但我想你比如说 这也没有舔的 或者这也不需要舔的 你比如研究所 什么研究院 搞科研的 但实际上 我告诉你 搞科研的 理论上 如果是我凭技术吃饭 我凭我的成果 发的论文 但实际上他也得舔 你要不舔的话 你连项目都没有 你搞研究需要经费 凭什么给你经费啊 让你研究这个 经费是生多肉少 狼多肉少 生多粥少 你也得舔 就不要说搞研究了 咱们前一阵子 不是刚评选我院士吗 一到评选院士的时候 不就各种黑幕 就揭露出来了吗 你说那些院士 为了想选上院士 那爷爷得到处舔了 院士啊 基本上到头了 因为他有名额限制 他今年就 二十个院士 但是申请的人 恐怕很多吧 他为了通过这个 大家的认可 他也得做工作 我记得前一阵子 去年还是前年 院士还动手 伤人 我看过这新闻 咱们还做过节目 就是因为别的院士 不同意 就是不投他票 这个候选人觉得自己 发现舔不管用 那只好暴力 报复 武力威胁 所以在我看来啊 除非你有人 咱们俗话说的 你有靠山 你恐怕不舔 也可以 但是孙悟空这样的 有靠山 他最后还不得舔吗 还得活成自己 不喜欢的样子 收起自己反叛 叛逆 向往自由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的那种 真性情 老老实实的 跟着唐僧后面取经 一心一意 为唐僧服务 总之啊 舔 无处不在 舔是寒门子弟啊 无权无势的人 想改变命运 不得已而为之 下面啊 咱们要讨论什么呢 詹雪峰说的话 他说文科生 都是服务业 服务业就一个字是舔 我觉得他说的不完整 他说的了一小半 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 理科生 他本身上也是服务业 就看你怎么说服务业 怎么定义 文科生也有不做服务业的 理科生大量的是做服务业 或者是工科的 不只服务业需要舔 其他的行业都要舔 所以这个詹雪峰啊 他说的还是保守了一些 他仅仅针对文科生 你这文科生就要学会舔 不就这意思吗 实际上错了 人人都要学王子儒啊 我刚才说了啊 这个人人指的是 你不是权贵 你不是姓赵的 但是你要改变现状 你说我不想改变现状 我就是躺平 每个月花一千 我就够了 很满足 三和大神 他不需要舔 你问我三和大神 他不需要舔的 但是就这样 你也不能说绝对了 对吧 你说三和大神 你说我给你一千块钱 你来舔 说我好话 巴结我 他也能做到 某种程度上三和大神 像他说舔都没地方舔了 混到底层去了 就是你有舔的机会 说明你已经超过一般人了 王子儒 他有舔的机会 你想去舔 隔离 你舔不着啊 轮着着你舔吗 所以说啊 不是三和大神不舔 是他舔的机会已经没有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啊 詹雪峰老师啊 他还保守了 但是另外呢 为什么詹雪峰老师这话 引起了大家的这个愤怒 很多人在批评的 我看媒体啊 很多主流媒体也在批评的 那是因为詹雪峰啊 说的太直接 太露骨 他用了舔这个字 你凡是太露骨啊 太直接 总会把人家玻璃心啊 碎了一地 你没有照顾别人面子 詹雪峰老师 他也是服务员 那你是服务员 你也得舔呢 你既然舔 你就不能用舔这个字啊 你对象都是你的客户 或者是大众 那你的舔呢 舔这个字是放忌讳的 是不好的个词 然后你让大家去舔 你这不自己伤自己耳光吗 就詹雪峰老师本人啊 他就尽量避免用舔这个字 才能体现他是舔 但詹雪峰老师啊 用了舔这个字来形容的时候 他实际上就已经不再舔了 他赤裸裸的 他直接说出来 他认为他有这个资格了 他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实力 他已经不再惯着这些 他潜在的客户了 也不再惯着这些网民 他就赤裸裸用舔 直接把你的玻璃心给击碎 大家想想是不是道理 从这个一点上说 詹雪峰啊 还没有屋头啊 你承认服务业需要舔 那你是服务业 你为什么不舔呢 你舔的话 你就不能用舔这个词 换个词 比如说情商 高情商 舔就是高情商的一种表现吗 你说这个人会来世 这个人情商高 文科生都是服务业 服务业是高情商的行业 你看这么一说 马上 这不就是舔吗 但是舔 你不能承认叫舔 大家心知肚明 你把这个皇帝的心意啊 给撕掉了 那大家当然讨厌你啊 人人都是那个皇帝嘛 都有个伪装嘛 都有个遮羞布 你把全撕掉了 大家坦诚相见 那大家当然有意见了 大家琢磨琢磨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觉得战雪峰啊 一个是他啊 这个范围 他小了 实际上都是舔 但是呢 他力度也太大了 就是打击面他缩小了 但是打击力度又加大了 他自己呢 本身就是服务业 他也没有很好地 展现这个舔的这个境界 从这方面来说 他做老师 似乎还勉强一点 这个社会 人人都需要舔 咱们在直播里面 聊的西游记 孙悟空 活得像一条狗 实际上人人都一样 刚才我说了啊 赵家有背景的 有资源的 不需要舔 那都是一种相对情况 实际上没有绝对的 他相对咱们这寒门子弟 没有背景 没有后台的 他不需要舔 实际上人人都需要舔 王思忠不需要舔吗 首富王金龄 不需要舔吗 不舔 他现在在干什么 他说恳求债权人 给我展期 恳求这些战略投资者 能不能同意 2026年再上市 恳求大家高台贵手 这不需要舔是吗 完了把摘旋人叫来 说我通知你啊 我没钱兑付 一年以后再给了 你爱咋的咋的 会这样吗 他得巴结人家 说好话 就舔 从以前双方的友谊 谈到现在的合作 谈到未来的掌握 谈到景仰大哥 已经很久了 早就想向你学习了 早就想向你取取经 一直没有时间呢 今天能把你请来 好好唠一唠 跟你学习呀 有不舔的人吗 刚才说过了 为什么大家群情激愤呢 就是舔这个字用错了 你用舔这个字 就直接就把 空业级的长衫给拽下来了 你要用高清衫 这大家马上就接受了 换个说法 马上就显得高大上 所以在咱们这儿 舔是常态 那我就要访问一下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地方 说不需要舔的 那儿的人呢 不舔 我去的地方不是太别多 了解的不是特别深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 有一些地方 它文明发展的时间长一点 人格更加独立 更加公平公正 像这些地方呢 恐怕舔 它不是必须的 它不是常态 我不能否认的 有的地方你不舔 照样活得很滋润 非常好 对吧 你就靠本事吃饭 比如说我当个卡车司机 对吧 我在美国 在加拿大开卡车 你恐怕不需要舔的 你就平台人借单子 然后跑 那收入比在国内多得多 你不舔 日子过得也很好 我只是举个简单例子 其他都一样 你在谷歌写代码 恐怕也不需要舔什么人 你只要把代码写好了 你技术真的过人 你不需要舔 但是我们反过来说 就这些国家 就这些地方 如果你要会舔的话 你肯定比别人厉害 这个没毛病吧 实际上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些文明发达的国家 你有不舔的自由 不舔你也能活 但是你要舔的话 你混得更好 就这意思 你可以选择舔 也可以选择不舔 你有不舔 能活下去的这个 能力和空间和条件 我们每个人打心眼力 都希望活在那个 不需要舔 也能发展得很好的国家 大家公平公正 凭本事吃饭 不需要看谁脸色 这种地方有 但是是少数 是高度发达的地区 中国呢 很遗憾 虽然我们中国人 大家都努力 大家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有一个傲骨 这样那样的 但是在中国 你要不学王自如 那你就要安于现状 否则你就会分立 你不能既要又要 因为说了说去 咱们就是资源溃 中国能有今天 如果说俗一点 就是靠大家卷出来的 一百块钱 你不干 有人干 有人九十就干 甚至有人八十就干 有人说能这样 我七十我也能接 就是卷 人多 资源少 机会少 山深空间少 那意味着 也不是人人都能得到平等的机会 甚至你的能力 你的技术跟别人一样 那你也可能没这机会 那怎么办呢 就拼情商 俗话就是舔了 你看王自如 你有王自如的机会吗 没有 但是跟王自如一样的人多得去了 也只有王自如有这样的机会 格力本身就有很多高管 但他们未必有王自如这样的机会 你有机会舔 这已经说明你已经超越很多人了 你已经接近成功了 大部分人连舔的机会都没有 他也只能舔他那个小领导 那小领导自己啥也不是 还得想着去舔别人 所以说要想不需要舔 大家就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那需要社会高度发展 高度发达 高度文明 真正的能实验公平公正 真正的能做到凭本事吃饭 只有社会高度发达了 不舔 我也能活 活得很好 那自然就有人就可以不舔 现在舔是被迫被逼 你不舔就没工作了 你不舔你房贷就还不起了 那最后呢 随着这个经济下行 失业的越来越多 机会越来越少 资源更是越来越少 那舔的就更加厉害 你们卷的厉害 说来说去啊 詹雪峰老师无非啊 为了节目效果 他用了赤裸裸的舔这个字 他应该用高情商这三个字 用了高情商这三个字 大家就不会愤怒 大家不愤怒 詹雪峰老师啊 他这个流量关注就没这么多 不过我觉得啊 詹雪峰老师如果这么下去的话 他封号啊 禁言呢 是迟早的事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